一辆黑色保时捷休旅车突然撞上路边机车 传出了好几声剧烈撞击声 另个角度更清楚保时捷擦撞机车后 又往前扫倒了两辆机车 最后擦过了一辆停在车阁的休旅车 总共四辆汽机车遭殃 但保时捷驾驶像是都没感觉一样 肇事逃逸 车子停在停车阁也莫名被撞 车主无奈又心疼 车身侧边还有尾巴都被刮花 事故发生在台中西屯大蹲路 时间是晚上九点 一旁刚好是姜母鸭店 被撞的机车驾驶正好在吃姜母鸭 现场听到撞击声 知道发生车祸了 没想到出来看是自己的爱车被撞 傻眼啊 我刚刚吃姜母鸭而已 机车这里 然后这边 警方表示依照保时捷的车牌 车主是一名31岁的良性男子 但打电话通知没有接通 是不是他开车还要厘清 但撞完不理 位移规定处置可以罚一到三千元 肇事逃逸无人死伤 驾驶还得掉扣驾照一到三个月 TVB新闻苏太宜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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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